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自然是人人皆知 颜值与演技也是无庸置疑 早在2013年的时候片酬就将近有一千万了 何况时隔五年之后的今天片酬一千二百万是真的很优惠 毕竟他和黄博关系也很好就当有情出演了 作为主演之一的张一星拿了一千万片酬也是很低了 张一星作为这部电影的偶像流量明星 拿这么点算有情出演了 毕竟私底下他和黄博的关系非常好如同兄弟一般 自然应该支持一下 张一星本人也是在这部电影当中实现了自己演技得突破和系录的拓翻 让人眼前一亮 可以说这部电影是黄博的一出好戏 同时也是张一星的一出好戏 王宝强的片酬低得让人吃惊 居然只拿了八百万让人十分震惊 毕竟王宝强如今早已是一位身价极高的演员 很多人甚至一听电影主演 有王宝强就会对这部电影买单 按道理说他的片酬不可能会低于书业和张一星 而只拿八百万片酬的他确实是有情书业的 力挺黄博的处女做电影 相信两人私底下应该是铁哥们无疑 最后